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激动时报爆料说也要和他断交了 接着呢是他原来所安排的卡斯啊一一都是跳票了 这个蓬佩奥啊竟然不跟他见 而且啊他最希望跟那个Camp Amacassi见面 结果人家连接机都不愿意 而且也不让他发表讲话 你觉得这是美国给他什么讯号呢 有哈哥 其实哈这件事情非常简单 蔡英文这一次他过进美国访问 他是非常突然 那主要就是说当麦卡锡他4月10号 他要到呃台湾来的时候 美国拜登政府是有很多意见 那第一个怕中国大陆会有极为强烈的反应 那现在美国的兵力一个是在韩国好进行所谓双龙演习 一个是在菲律宾进行所谓兼兵兼演习 那他虽然是有两艘航母一艘是放在日本一艘是放在韩国 但是真的是麦卡锡去接机而且让蔡英文以台湾旅游法的规定让他访问华府的话 那中国大陆必然会实施像去年8月陪洛西老太太来台湾的状况 进行所谓的环岛军援 那美国是不容许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他们要求蔡英文低调 那第二个各位看除了麦卡锡不去以外 哈德逊研究所的高层几乎也无人到场 各位要知道哈德逊研究所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亲密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从2017年到2023年这六年的时间 我的朋友给我的一份非常重要的资料 他是讲这六七年的时间 台湾捐助哈德逊研究所是1828.6万美元 这个是合作计划 那我没有说是无条件 捐助他是讲那么多年下来 六七年间台湾捐了1800多万美金 那1800多万美金 那各位去看 他的抬头 他的头衔 他的姓名 都不在名单上面 一位特殊的来宾 连一位来自台湾特殊的来宾 来自台湾他都不讲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蓬佩奥为什么不去 应该是相关单位对哈德逊研究所 施加压力 为什么施加压力 各位要知道 庞佩奥是极度的反中大将 那如果去跟蔡英文之间见了面的话 中国大陆一定会有反应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就请哈德逊研究所 你的高级研究员等这些人 通通都最好不要列席到蔡英文的演讲会 甚至于在颁发全球领导人物的杰出奖的时候 你也不要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就我所知 那麦卡锡到底知不知道他会见蔡英文的政治后果 他理解 况且不但理解 而且美国政府也希望他会面就如同一个仪式 他们应该还是会见面 那否则麦卡锡在2024可以不用选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的朋友告诉我 因为他们现在都在洛杉矶 洛杉矶他们现在正在办桌 所谓办桌的话叫做任养那一桌 他是第五桌还是第六桌 应该第五桌 他今天早上跟我讲说 他们任养第五桌 第五桌 他们现在发现是乔宴 没有麦卡锡这个人 那从这个角度你来看的话 你麦卡锡跟蔡英文见面 极有可能在里根图书馆 那他并不参加晚宴 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指标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蔡英文纯粹是为了过境而过境 绝对跟维帝马拉跟贝里斯是毫无关系 只不过这两个国家成为蔡英文的破口 或者是借口 这也是美国对蔡英文为什么反感的原因 欧教授 是 那您认为拜登是怎么决定 让蔡英文完全没有角色 甚至连哈德逊研究中心都给予这么严厉的对待 这让蔡英文完全一点credit都拿不到 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您的看法 这个决定哈 第一个是苏利文跟王毅之间通了电话 然后他也希望拜登能够跟习主席通话 但是美国给他的答复 好吧 中国大陆给美国的答复 4月5号以后再说 那换句话说 就是说 你们如果不制止麦卡锡的话 对不起 我跟你中间 所有的联络沟通管道完全中断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我一而再再而三说的 蔡英文这一次的毕业旅行 叫做出其不意 就是为了旅行而去旅行 那美国政府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接待蔡英文 那既然心不甘情不愿 他就不愿意比照2019年的模式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美国的白宫 美国的国安会 美国的国务院 美国的国防部 都同时候讲一句话 这一句话我记忆的非常清楚 就是希望中国大陆不要过度反应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中国大陆一旦有反应的话 拜登跟习主席之间的会面 或者通话就是完全取消 这个是美国承担不起的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各位有没有发现 日本的外向林芳正去中国大陆访问 他一定帮美国传达的讯息 那这个讯息当然跟日本本身也有关 但是日本会帮美国传达讯息 说美国已经做成这个样子了 是不是美中之间的关系能够缓和一点 那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蔡英文 她想借由美国的过境 来防止自己的跛脚 这个计策是被美国已经看穿了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就是说蔡英文 从2022年的11月26号 民进党败选 她持党主席 她现在还有权势 她主要是靠美国来防止自己的跛脚 对赖清德还可以形成一个牵制性的作用 所以我们综合来讲 这一次蓬佩奥没有出现 迈卡锡退一步 那蔡英文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她也不敢讲真正的关键 就是美国已经对她观感完全的改变 但是蔡英文为什么抱美国大腿 就是说如果没有美国的话 她应该已经老早就跛脚了 欧教授 感谢友华哥 看起来蔡英文真的是为美国政治上的幸福 下个问题再回来请教友华哥 感谢 对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